今天呢是2022年的4月9号 这里是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正好呢出来玩也带大家看看 现在洛杉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目前呢大部分地区的口罩令也已经解除了 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要求 现在呢咱们是在环球影城外面的广场 这个地方呢大概两年多没有来了 这不前几天正好看网上有卖年票吗 135亿年 还挺便宜的所以呢就来逛一逛 咱们现在已经是进来了 首先呢第一个项目呢就是这个转盘 就是旋转的 以前咱们小时候坐过那个飞机 转起来之后可以升上去降下来 这个就是那个玩具 这个是第二个旁边有一个水乐园 这里就一直在喷水 然后一会呢上面那个大嘴会喷一个大的水 这里特别受孩子的欢迎 你看这个多热闹 到处都是孩子在里面跑 那浑身湿透了也不管 现在呢感觉新增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哈利波特馆呢 还有其他的增加了蛮多的室内的 但是看起来孩子还更喜欢这种室外的 这里呢是功夫熊猫的一个室内的动感的一个电影院 一会儿进去呢播放的内容的时候 这个椅子会跟着动 有一种身离其境的感觉 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呢 它是依山而建 所以呢在半山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景色 还是蛮漂亮的 个人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影城之旅了 你坐到这个车上长达一个小时 它会带你看电影是怎么拍摄的 然后布景是怎么样做的 而且呢这中间还穿插着这种皮杆的 这种3D的这种旅行 现在呢就要出发了 这个是路过的一个布景的地方 这里呢就展示了它不同的电影里面主角 开的是什么样的车 都是不同年代最流行的款式 或者是在一个特定年代的未来车型 同时呢咱们看右侧的这个屏幕 一直会播放这个电影的原版场景 是怎么样的 什么时候拍 而且呢有一个解说员 一直不停地在嗡嗡嗡的解说 这个是人工制造的发洪水的一个场景 这里呢看到的是古老的这种 美国的这种小镇 以前呢牛仔啊什么的 过去人生活的电影 都很多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其实有时候觉得 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乐园 可能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以前的什么 越来客栈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场景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呢是美国现代小镇的一个布景 做的还是蛮漂亮的 很多电视剧也都是在这里拍的 这个呢是飞机灾难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布景 这个电影我好像真的是看过 还有那个救护车呀 或者是消防车在救人的那种场景 我记得好像是黑白一片 但是 记忆力比较模糊了 这个布景做的还是非常好 这个变形金刚 这个已经烂大街了 我看网上的视频到处都是发的这个 这次呢光顾着玩了 很多东西都没有拍 简单的带大家看看目前的生活现状 也感谢大家能关注我 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